整座城市像是盖上一層厚纱 原方大楼剩下蒙蒙黑影 知名的彰化大佛 被脏空气覆盖 插点消失 因为好像就比较容易打喷嚏 像我最近出去我都觉得雾蒙蒙的 民众有感恐怖的空气品质 尤其到冬天越发严重 因为这些境外污染物 随着东北季风引入台湾 整个西版部位于中央山脉被封面 对流差脏空气不易扩散 让人一出门就想停止呼吸 一般来说上下班时间 早上七点到九点 傍晚五点到晚上九点 空气污染最严重 拜拜焚箱或是工厂排放废气 别以为只有户外污染物 家里同样也有PM2.5 炒菜大量油烟 一般婆婆妈妈打开抽油烟机 强力催垒 煮完我就关了 煮完可能还会再让它吹个30秒吧 煮完之后也让抽油烟机 再循环一段时间 甚至可以的话再使用空气进行机 抽油烟机能放室内空污 开火前三分钟就要开启 关火后还得再抽十分钟 另外猪犯戴口罩 避免吸进油烟 对抗空污滴水不漏 记者临时信物彭新台中报导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 好 这一本集吗 好 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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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的